这些消息我们交给黄安晴 但是关系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针对中天和中市整个董监事的变更案呢 昨天NCC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不过对于外界质疑说 为什么之前台市和非凡的一个 能够这样子来做整合 而中天中市就不行呢 昨天呢NCC的主委彭云呢 语出惊人说 因为呢整个台市的部分并没有卖米果 而因此让这个米果说 今天在立法院持续发酵 今天国民党立委邱毅就说 彭云根本就是在信整个这个职业歧视 我来听一看稍道访问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放过NCC 这个代表NCC基本上 它就有行业的歧视性嘛 你彭云在政大新闻所教书就高级了 人家卖米果就低级了 这代表它有行业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所谓的学术贵族的心理嘛 很光彭云在学术界也没有什么样的 地位也不高嘛 那这种所谓的半调子半平处的人啊 有时候就常常会更有这种所谓的 学术财伐 学术贵族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嘛 怎么卖米果就不能够经营媒体呢 那什么可以经营媒体 请彭云说说看 请彭大副教授说说看 什么是可以经营媒体的 要经营什么才可以经营媒体的 你要说清楚啊 为什么卖米果不能经营媒体啊 我都想不通了 卖米果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卖米果 这职业不分贵贱啊 怎么在彭云的心目中卖米果呢 变得好像是所谓的低贱的行业了 连经营媒体都不可以了 这一点彭云要提出说明 这一点太严重了 这点不止啊 不止没有办法做NCC的委员 他连这一点啊 我觉得政大就应该开校评会了 这个连在政大担任教职都不可以 你一个担任教职的人 怎么可以传播一个职业有分贵贱的一个态度呢 我们刚听到呢 邱毅特别强调说 他执意说 为什么卖米果的不能够经营媒体呢 他认为说彭云呢 这个教授新闻学这么多年 难道还有这样所谓的职业的这样子贵贱的分别吗 他希望彭云能够针对事情能说清楚讲明白 而另外针对总统夫人周美清 在国外的这个让人家惊艳的表演 不过前新闻局长谢志伟 抨击说这是所谓的耍猴戏 今天邱毅也抨击所谓的谢志伟说 自己根本就是自己才是在耍猴戏 我们听到收到访问 谢志伟是非常低级的 谢志伟一贯以来啊 就是把漏麻当有趣的人 那一个平常那么漏麻的人啊 把漏麻当有趣的猥亵人物啊 你今天看到的周美清在海外卖力的 去帮我们推动外交 竟然还去说风凉话 竟然还去虚弱 甚至去 甚至去 甚至去嘲讽周美清 你不觉得这样的行为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比吗 我觉得周周谢志伟回去照照镜子了 看看你那个样子啊 你那个样子基本上就是个小丑嘛 一个习惯做小丑的人 还去批评别人耍猴戏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这个就是所谓的马不知脸长啊 猴子不知屁股红啊 我们刚听到邱毅说 其实谢志伟自己本身就是小丑 凭什么批评别人在耍猴戏呢 以上就是立法院最近状况 下把现场交给彭内主播